传统绣球为什么非要用五股种子填充 到底是什么表演 竟然需要在肚皮上作画 小绣球绣出大深意 走遍中国正在播出 绣球历来都被视作一种爱情信物 姑娘家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便缝制一只绣球 再挑一个吉利的日子抛绣球 有幸接到绣球的人 便可能成为自己的如意郎君 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抛绣球招亲 如今似乎在影视剧中才能看到 可是在广西摆设 一个名叫靖西的边陲小城里 至今仍举办抛绣球招亲活动 更令人称奇的是 当地抛绣球的方式十分独特 靖西县旧州镇 几乎家家都有防制绣球的好手艺 他们制作的绣球 已经成为代表整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 文化符号 2009年 新中国六十周年庆典上 通过天安门广场 受检阅的各个省区的花车中 代表广西的就是靖西绣球 靖西绣球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靖西姑娘又是如何抛绣球招亲的呢 靖西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 南与越南高平省交接 北与云南省相邻 靖西城里居住着壮 汉 苗 窑 等十二个民族 其中壮族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九点四 是全国壮族人口最集中的现份之一 相传 从唐宋年间开始 这里的壮族百姓就开流 特别是靖西城南的旧州镇 年产绣球达二十多万个 被称为绣球街 西梅就住在绣球街上 她和父母开了一家小小的绣铺 她做的绣球精巧别致 总是很受欢迎 用什么材料做呢 这个是用棉布 棉布 它这么成的里面 当然里面是木屑的 是木屑的 用来出售的绣球工艺品填充的都是木屑 可是今天西梅要做的这个绣球十分特别 它要按照最传统的做法 是用稻谷 玉米 大豆等穀物种子填充 西梅穿针引线 认真的绣每一个花样 看上去十分用心 我们想打听这个装满五谷的绣球 到底做什么用的 西梅却有些害羞 一直低头不语 带着疑问 我们找到了静西县文化馆馆长 莫福孝 为了解释这个谜题 他要带我们先去看一场有意思的表演 参加这场演出的都是当地普通村民 表演所用的道具也大都与田间劳作有关 因为需要在肚皮上作画 被称作肚皮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计划 计划 讯划 订阅 说 瑕疑 讯划 许划 Hero 绝划 讨论 壤子 吴吋 净的 薄器 或许则 吴 边压不错 这就是壮族的田间矮的路 那这真有意思啊 这是稻草群 这些道具都是田间劳作用的道具 我带上那个就是那个 也是 那为什么咱们要跳这种在田间劳作的这种舞蹈呢 因为壮族农耕文化非常悠久 壮族群众在劳作之一 就在田间休息的时候呢 就直接拿农具作为道具 就体现了一种在劳作过程当中能洗液的心情 那这个舞咱们什么时候跳呢一般 一般是在播种前和丰收后 怪不得我看这些汤上面写的字 有那个洗 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 历史上每年当田间地头矮人舞盛行的时候 适龄的壮族姑娘也开始用五股种子填充绣球 参加一种名叫抛绣球的游戏 希望可以觅得一手好农活的好郎君 以后二人也能多子多福 可惜我们到来的时候早已过了抛绣球的时节 不过西梅曾参加过几次抛绣球 为了给我们展示惊喜壮族传统的抛绣球活动 今天西梅找来当地文工团的姐妹 一起按照以往真实场景 给大家表演一场绣球招亲 虽然只是一场表演 西梅却同样精心装扮 她今年已经27岁了 在静西当地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看得出西梅对这次抛绣球的表演非常投入 八点刚过 这些盛装打扮的年轻姑娘 三三两两一起往阵外山脚下的林地走去 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小绣球 也攥着女儿家亲手缝制的情意 连空气都变得有些甜蜜起来 几声口哨声后 小伙子们也陆续来到抛绣球的场地 这也是姑娘们最期待的时候 我现在是姑娘们最期待的 她在京西当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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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幸运和党 又可有一个过程 来回对歌几次后 抛锈球游戏才正式开始 让我们意外的是 姑娘的绣球竟然并不是抛一次就结束 而是要与小伙子互相抛接绣球 来回抛接几次绣球后 我们发现 西梅的绣球似乎总抛向一个人 难道这个小伙子就是她的意中人 果然当绣球被别人抢走的时候 西梅显得有些生气不安 并马上叫对方把绣球抛回来 终于一番哄抢后 这个名叫秦琪的小伙子 终于牢牢抓住了西梅的绣球 如果对姑娘有好感 小伙子会把手绢毛巾之类的东西系在绣球上抛回 姑娘如果留下手绢就说明对小伙子也有好感 西梅接到过多次系着手绢的绣球 却从来也没有留下过手绢 不知道这次她会不会收下秦琪的礼物 西梅把手绢取下来 把绣球抛回给秦琪 开始跟身边的伙伴斗去 等到抛秀球游戏结束 我们发现两人并没有跟着众人回村里 而是一前一后往树林里走去 这个环节也是壮族人生活的真实反应 让我们更加意外的是 虽然只是一场表演 可是西梅仍不愿意我们靠近拍摄 我们只好远远地看着他们 难道壮族和其他民族一样 抛秀球后两人的终身大事就定下来了 莫福孝让我们不要着急 他有一个判断两人关系的好方法 在抛完秀球之后 小伙子要到女方的家去提亲 必须要带两样东西 一样是这个 这个 你打开看一下 这是糯米饭 五色糯米饭 五色糯米饭 黑的 紫的 白的 黄的 粉的 一共五种颜色 为什么要必须带这个 五色糯米 是我们壮族代表最高心意的礼品 所以壮族小伙子 去提亲 必须带着五色糯米饭 这代表他最诚心的 代表他的真心 真心 这样 那我们还是要带什么 刚刚说要两样东西 还有一样 在这里 哦 这是一个 一对鸭子 这鸭子 这鸭子 一个是绿头的 一个是花头的 是怎么讲究呢 哦 这是公鸭 这是母鸭 绿头的 绿头是公鸭 嗯 花头的是母鸭 一公一母 就是这两只鸭子 意思是这两个人的 和和美美 成双成对 嗯 对对对 嗯 成双成对 原来壮族青年男女订婚 男方家必须准备五色糯米饭 和一对鸭子 一大早上门提亲 第二天中午 我们赶到西梅家中 却没有见到这两样东西 西梅的母亲神色如常 西梅也不在家中 这一切似乎在意料之中 因为我们拍摄的抛锈球活动 只是一场表演 可是回想昨天 西梅和琴棋之间的默契 这两个人应该不是即兴演出 我们有些不甘心 便一路打听 找到了琴棋的家 这是你家啊 是啊 来 这又我房间 好 好 亲戚 你把秀球放哪儿了 秀球 你挂床头了 是啊 这是西梅给你的 是抛给你的是吧 对 就是那个秀球 你们这儿是为什么把秀球放在床头 是这样的 把秀球挂在床头嘛 就是睡醒了 你能看得到 我能看得到 睡觉前我还能赔一点 就是 我听人说 好像壮族姑娘秀的秀球 是代表她自己 是吧 是啊 所以嘛 也就是读私人的寓意嘛 那我猫没问 你是不是你收到这个秀球了 然后你们两家就亲事就定了 怎么说呢 按静息话来讲嘛 就是 什么意思 就是先相处一段时间嘛 两个人 还是要先相处 对 就先谈恋爱 先谈恋爱 就是说并不是说婚事就定了 对 并不是说 一接到这个秀球嘛 就要结婚呢 哦 不是这个意思 是 提倡恋爱自由嘛 这样的 看来 这是静息壮族抛秀球活动的 又一个特别之处 接到秀球只是爱情的开始 离提金还早着呢 在静息旧州 有一家门前挂着中华侨女招牌的秀铺 这间秀铺不过两间小小的门梁 可却是秀球街上名气最大的秀球作坊 这家作坊的主人名叫黄孝勤 凭借高超的自秀工艺 2006年被评为中国民间文艺杰出传承人 那么他做的秀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来 去看看我们的大秀球 哎呦 这么大秀球啊 好大的 这个一米 一米四 这么多人要秀 一米四的 挺大的这个 老板工人都刚刚做好了 人现在还做了 一米四这个要做多久啊 做半个月 半个月 就是要这么多秀娘一起做是吗 是 哎呦 这个还能转呢 能转呢 还能转得看花样呢 转给他看 这是别人定制的是吗 是啊 嗯 这图案都是您设计的 对 这么大个秀球定制要多少钱 八千 八千块钱 嗯 没想到 眼前的这个巨型秀球 是黄孝勤的新创造 它是由秀球街的秀娘们 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 当有特殊的节庆活动 或者有客人专门定制时 黄孝勤就会组织周边 心灵手巧的秀娘 一起赶工 和普通秀球相比 除了体型庞大 巨型秀球 还有更为特别的地方 原来 以前的秀球 一直都是十二瓣 黄孝勤发现 十二瓣的球体 在做小秀球时好看 做成大秀球 就有了不够圆的缺憾 于是想出了 将球瓣细化的妙招 跟十二瓣的秀球比较 三十瓣的秀球更圆 而且上面可以秀三十种图案 自然比十二种图案的秀球 更漂亮了 所以这种三十瓣的巨型秀球 已经推出便大受欢迎 尤其是有重大捷径活动时 定制的人很多 1997年香港回归时 王孝勤就创造了一项 秀球世界记录 你看 这个秀球 最大最大的一个秀球 世界上最大的秀球是吗 对对对 这也是您做的 也是我做 那像这么大的秀球 您是怎么做出来的 多长时间 做了一个月 二十二个 二十二个人做了三十天 对 这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秀球 它大概有多大呀 1997 我就做一米九十几 哦 就是这个秀球的直径 这样做才有意思 本来是拿去香港的 香港回归那时候啊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 对对对 是啊 手里拿的这个 这个就是最小最小了 这是最小的秀球 对对对 这个这个直径有多少 8.5 2.5厘米哦 这个是一米九七 对 就是这个是最小的 最小了 这个大了 这个小了 在心灵手巧的静锡秀娘手里 既可以秀出直径将近两米的大秀球 还可以秀出仅仅2.5厘米的迷你秀球 在中国秀球并不少见 很多地方都曾有过做秀球 抛秀球的习俗 可是千百年来 为什么只有这座小城的百姓 一直保存着这种精湛的刺绣技艺 从这里往南20多公里就到中叶边境了 这么近就从这往南20多公里 20多公里就到了 那旧州它算是中国边境线上的一个边寨了 是啊是啊 旧州就是中国边境线上的算是一个边境线的一个存在吧 那它这个地方秀球工艺保存那么好 跟它处于边寨的这个位置有关系吗 有关系 中叶边境交通相对比较闭色 所以这里就保存有比较完好的手工艺制作方式 秀球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代表 因为静锡处于广西南部的大山深处 属于边境地区交通闭色 人们一直遵照传统习俗生活和劳作 因而做秀球这门技艺 也幸运的得以保存下来 这个理由听上去合情合理 可是我们又有了新的疑问 边境地区并不只有旧州一地 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保存下来这种技艺 而且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在旧州街上 除了秀铺 还有很多的木材加工作坊 这里的人们似乎人人都会一门手艺 静锡这地方秀球历史非常悠久 因为这里的理的就是从事秀球 还有缓制 男的就是从事木工酿酒 因为这地方人多地少 就以手工业作为主要的生活来严 主要就是因为男女都是做手工业 都是有做手工业的传统 原来旧州周边风林古地众多 可供耕种的田地十分有限 历史上当地人就依靠做木工火 酿酒等工艺谋生 黄孝勤的父亲就曾是制作家庭木雕 木制龙头等手工艺品的民间手艺人 同样依靠手艺吃饭的旧州人 完整地保存了做绣球的技艺 据史料记载 旧州绣球制作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但绣球作为工艺品出售的历史 不过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前 年近四十岁的黄孝勤 托一位做裁缝的朋友 烧了十几个绣球到县城里去卖 没想到竟然十分好销 从此绣球生意就在旧州街上越做越大 随着与外界交流日益增多 在黄孝勤的绣铺里 传统手艺竟然有了新变化 后来给你看 就在这里了 美国订了 这上面是圣诞节的图案吗 对对 这是秀给谁 这个美国就是这样的 它的图案 图案是这个 这个图案是您设计的吗 不是 是 我是美国拿过来的 美国人拿过来 找来您订制这样的社群 对 这是新加坡 这是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客人来订的 对 每年是不是就是 有很多国外的订单啊 您这 有啊 我刚刚听您说有美国的 有新加坡的 新加坡 还有 还有韩国 还有韩国 如今在旧州街上 制作绣球的绣铺 达到三百多家 每年通过国内外下单 游客购买 和各种大型活动定制等方式 这里可以卖出二十多万个 大小不一的绣球 丰厚的经济回馈 也使得当地百姓 愿意将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你今天多大了啊 十日帅 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了做绣球呢 七八帅 你以后想 就是跟奶奶学绣球吗 是啊 在静心 像朱虹这样 从小学习缝制绣球的孩子 几乎家家都有 奶奶黄孝勤也希望 朱虹长大后 可以继承自己家族刺绣的手艺 成为第四代 民间文艺传承人 京西绣娘绣出的 不仅是漂亮精致的绣球 还是大家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盼 不会 ا赌卓 我们的新闻 我们的承送 我们的牧场 我们的制作